哈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洲360 让我们来看看上个星期车谈上所发生的事情 第一则的新闻 日等夜等朝思暮想 Toyota Thailand 终于放出了大改款Vios的预告片段了啦 新款Vios最大的改变就是底盘换成了跟Toyota Veloz 和Produa Alza一样高刚性的DNG AP平台 在外观上新Vios的尺寸看起来更大 而且有点像它的哥哥Torola Altis 预告片透露的外观不多 可是这个内饰就有一点点惊喜 在这个片段我们可以看到内饰是用了很多这种很烧气的红色皮革 来覆盖它的内饰的 质感直接提高了几个档次 中供屏还是这种悬浮式的 而且它的方向盘是有一股很熟悉的感觉 好像在哪里看过的样子 在动力方面 泰国版因为当地的法规 所以他们采用一个1.2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我国的版本应该还是会使用回去那具我们熟悉的老朋友1.5公升的DULE BBTI 不过根据一些消息 新Vios会有一个1.2 Turbo和1.5 Hybrid的引擎选项 所以大改款的Vios会在8月9号全球首发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第二则新闻 全新吉利冰月库在中国开放预定 这个冰月库是一个小改款的车型 和冰瑞库是采用一样这种很酷很酷的外观造型 不过这个冰月的设计叫做能量风暴啦 有点中二有没有 加入了很多这种让整辆车看起来非常凶悍很有侵略性的设计 内饰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最明显的就是它那两个12.3寸的联屏 内建新的银河OS车载系统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彩色氛围灯和一些车辆配备的设置等等 车辆科技感感觉是很不错下的 再来它的引擎从原本的1.5涡轮三缸换成了1.5的涡轮四缸 181PS 290Nm的动力配上气速的双离合 0-100只需要7.6秒 所以这辆车的性能确实是还不错下的 最后这辆车只需要人民币99,800起 换到来马币大概是66,000左右 所以你们觉得这辆车是怎样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讨论 第三则新闻 本地组装版本的KEA Carnival正式发布 CKD版本的KEA Carnival从原本的11人座 换成了7人和8人座的设定 有三种车型 两种8人座版本和一个7座的顶配版 全部都是搭载同样的2.2涡轮柴油引擎 配上8速的自排变速箱 外观保持不变 但是在车载配备上有增加一些很好用的功能 像是前座和第二排有座椅通风和加热的功能 12颗喇叭的BOSS音响系统还有氛围等等 这次KEA Carnival的安全配备就有大幅度的升级了 原厂为它加入了这种前方中距离警啊 智能定速巡航车道保持车道偏离辅助等等这些 先进式主动安全配备 大大加强了它行车的安全性 至于价格方面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这一次原厂依然是有提供5年或者10万公里的原厂保固的 所以想要入手MPV车型的朋友 Carnival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11人座的版本还是一样有提供的 不过还是一样维持CPU整装进口的 最后一则新闻近期我们就有得到消息 表示Bottom很可能在明年2月23日 发表他们的首款7人座SUV 这款车早前就时常被网名目击 或者拍到在云顶或者一些公路进行录册 甚至还有最伪事故发生过 那么现在很可能确切的发布日期就被定在了明年 也就是2023年的2月23日 这个代号XV11的SUV 也就是我们一直网上看到所说的X90啦 是基于吉利豪越打造的一个车型 因为轴距比X70多有200mm左右 所以它的车内空间表现应该是很出色的 不管是载人或者是载物品啦 来到大家最关心的动力部分 中国版采用的是一个1.8的涡轮加引擎 一些国家则是有1.5的涡轮引擎 配上48V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至于我国的话 暂时还不确定会是哪一种引擎 不过很肯定的是 那个1.5的三缸TGDI引擎 肯定是不会缺席的啦 最后这个日期只是网上传闻 预估的一个日期 实际的日子还要等到Proton原厂出来公布为准啦 所以你期待这款车吗 还是你对它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精彩的留言 OK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每周360全部的新闻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 也当然不要忘记去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影片的发布 所以我是志凯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今天看完 明镜OS JC